我這首歌《如果電話庭》的名字是怎樣? 是一個多拉A夢的法寶 AKA叮噹 有時候不用這麼認真 你自己覺得怎樣就怎樣 你想想什麼就想什麼 想說什麼就說什麼 玩什麼就玩什麼 如果是這樣的心態就發達了 這首歌是想說這些東西的 為什麼想做這個內容 是因為自己本身是一個認真的人 而且太有條理了 有時候做人有些時刻會很辛苦 所以不如試一下 亂想一下 不要太有條理 放鬆一下 我這首歌嚴格來說是第一首正式的歌曲 因為之前試過有合唱歌 試過有節目主題曲 這次就帶一些新的給大家 這首歌也是說唱Rap 是一些Hip-Hop 有一點電子 Trap 希望大家可以聽一下我的故事 而且我覺得我的故事 其實對於大家來說都會有功名 這首歌叫做 《非蜜質文化遺產》 是因為我都相信 其實每個人 打工 香港打工仔 都會面對一些問題和壓力 到最後的出口都是自己做的 難得這個五周年演唱會 我們當然要帶一些新的給大家 我覺得莫過於最新最新的就是 我們四個都一人做一首新歌給大家 足夠誠意了吧 我會在演唱會裡面 和其他都有街頭元素味道的朋友 一起做一個大表演給大家看 是誰呢 很難想 很難想 我這首歌是開心一點 在上映為主 有些分架、電子 亦會在演唱會 和街頭元素味 感覺重一點的朋友 有一部分表演 另外兩位朋友就交回另外兩位朋友 去自己表達一下 第一次的個人版曲 沒錯 我這首歌叫做All Right 這是一個很有意思 很特別的一個project 這次是我和天恆一起去做這首歌 我由一開始寫 甚至乎錄 都會有些參與的部分 裡面的結他有沒有部分 我自己錄 然後歌詞又是找Oscar 我們也有開過好幾次會 其實我就是想說 入了行幾年的一些心路歷程 一些人的事 我覺得 有感覺的人看了就會有感覺 很多句都很認 有一句叫做 All Right 一杯酒都會飽我請求 就是說 我回家做完很多事情 回家喝一杯酒 那就可以了 類似這些很生活 很關我事的一些歌詞 那我這首歌叫做 皮絲虎 是思念過絲 痛苦過苦 Terry幫我作歌的 歌詞也是和你一樣 找了Oscar幫我寫的 因為Oscar很熟 我們 這首歌是講一些 關於人切的東西 我們出道了這麼多年 我們經過很多大大小小的節目 還有廣告 或者甚至劇集 觀眾都是很感激 很感激 可能是一些節目的效果 感應一些小小的誤解 但這些小小的誤解 當我們一路一路出道了這麼久 累積回來的 可能就會變成一個大一點的誤解 自己自然舒服 我們做得舒服 你們就看得舒服 不用理會這麼多這些 我所說的 人切的東西 所以這首歌 都是給我的粉絲 以及MIRROR的粉絲 其他各人的粉絲 都是給他們聽 我這首歌 是第一次 所以很緊張 然後我們有這個機會 可以在演唱會 或者很大機會 這樣就會有機會演出 但實際上操作是怎樣的 我還未知道 我這首歌是中版的歌 也有特別的 也有特別的 但我之前說很想出跳舞歌 會不會跳舞 到時就會知道 我也不知道